哈喽大家好,我是帮大师,欢迎来观战一下S1语女,五只 这条方面的话调香,囚徒,拥兵,心理 这阵容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条阵容上来 调香师得玩得很好才行 然后其实我觉得心理学上来可能撞鬼 相对来讲给他扎实一点 球用者宝皮的面会更大 你要真胜的话我觉得得是调香师了 囚徒不行,囚徒这个位置真的达不了 这个位置囚徒下一波水汽应该是要起伤害的 起伤害,他这边往里面走对,封一波,好 78,要吃刀了 没办法的,这个位置真的走不了 走走不了,然后呢你被水汽包了以后你必须得走 那怎么办呢,只能吃刀了 这里还有,哎,这波水汽,大家注意这波水汽一拉 完了,直接爆死 那这边选择的一个走位刚好跟鱼女想一块去 鱼女这边算到了,因为这块板子没有下掉 他这边想要利用这块板子,但是鱼女这边 他所在的位置刚好一个斜角 可以把这个 整个点位全部包死 那这个击倒的话,我觉得 穷哲比较难去看 赢面了,宝皮面嘛 你说没有,我觉得还有 但这个宝皮面在于佣兵比较好的救人,或者说不救 哎,或者说不救 不救是可以的,不救是可以的 这边应该是看到外面三台鸡都要动 顶出来,来过来压一手机子 看到佣兵了 再一个从次跟过来,一个收叉 一个收叉吗,还是说收叉的话 恒大一个圈,这个圈 佣兵跑过去感觉 已经60多了 他如果是跑过去的话,真的 这波,哎呀,刚刚没有留意到我们过半啊 应该是过半的,不过半不会顶出来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挂飞 这边再收一个叉,把佣兵守住 对,手里没有闪现,这佣兵要受啥 97,差一点点 手里没有闪现的,所以说不怕这个 囚徒啊,这家交闪了 交闪挂飞以后再起水器赶下一波位置 这边直接轻人传送 佣兵这边的话还好 他居然是一个无双救人 我们本来感觉这么大两波水器 怎么地扣一半血是要的 甚至有可能要吃双倒的,那还行啊 这波就玩人的话,我觉得穷者有望去 盘一个平局了 三人开门站先盘出来的说 我们删下机子,外面的话差了 1.5的机子 差了1.5的机子 呃,能打,能打 这个局能打,因为外面的话 心理学家能扛一刀,调尸三瓶香水 佣兵一个护臂,都没有一个 可以快速击倒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快速击倒的人 这边佣兵的机子被封了就封了 我大不了外面再去修一台 对不对,等这边水气消了 你不可能来抓我佣兵啊 这边找到的是调尸,来 我们技能给他调尸 一个冲刺 然后鞋收插 没能包到,没能包到这边 骗香水,骗完香水以后走位 逼你回去 诶,这波打 这波打感觉有点着急啊 他是想把人逼在这个点吗 感觉这波好像等香水结束 也可以啊 香水 漂亮 那这样的话 两波香水一浇 穷者的一个局面慢慢的就打开了 稳住了,稳住了 这里傭兵来补条式的机子 我们看啊 这边那只能看残局了 只能看残局了 三人开门站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傭兵这边待会儿修完机子以后去救人 这边心理学家最后一台机子 哼,刚好够啊 刚好够 但是对于语女来讲 这个局他也有一面的 因为他这边的话 把穷者的道具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应该是在密码机点亮之 哎呦,差一点点 如果说是一个 傭兵不用救人 直接贴门的局 那穷者平面还是蛮高的 这边过来 来封这边的机子 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呢,这样封着机子 这机子得强行亮 打一刀 先把你的硬机给耗了 然后这边机子锁住 守这边的机子 穷者外面这个时候要干嘛呢 重新开一台 要重新开一台 不能说 这台机子差了百分之几 我就要去强行开这台 这样的话 他会给到余女更多的机会 重新开一台 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为这边这台机子 你不守这边的机子 我派一个 比如说派一个 就算心理学家站的远一点 好了,压在这个点位 也可以的 这边要赶紧重开 赶紧重开 这边是派佣兵过来压着也可以 就随便派一个人过来压着 然后外面重新开一台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墙师这边是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就是他开始 因为这时候就要 墙师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他就翻箱子 翻箱子的时候有些非常好的事情 给自己开门站留一个护币 这边但凡你过来抓这个心理学家呢 那边的机子就好了 那边的机子就好了 那边 顶着强行修 插刀 好,密码机点亮 密码机点亮 心理学家半血 嗯 一个风叉 要冲一次啊 他冲一下才行 要冲一下的话 感觉是可以带走的 一个包水器的话 可能还不够 收 六十几 出圈 那边的话 门已经在点了 平局 很精彩 这局的话 穷人者这边 是在后续 或者说 就是前期啊 通过那个点位 是找到了这边的囚徒 云女打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但是后面的话 穷者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给到 铁儿师傭兵 都做的非常不错 平局 很精彩的一场 很高质量的 云女这边的话 确实有没有太多的机会 感谢大家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